金子 一心复仇却充满母爱 矛盾的美丽女人 白老师 变态冷血 心里畸形 故事是一个长达13年的复仇史 影片一开始 就有一群闹腾的圣诞老人 像唱诗班一样 欢迎李金子出狱 称他为亲切的金子 然后李英爱扮演的金子出现了 一个画着一脸圣母妆容 却表情冷漠的美丽坏女人 快歌插一句 这个复仇女神的形象的确够美 唱诗班的带头人看上去 是一个奇葩的干编蘑菇头 而13年前的蘑菇头 还是一个正常神父的时候 电视上正在报道 年轻貌美的金子 绑架杀死了五岁儿童朴红木 这之后 神父拯救世人的心泛滥成灾 在狱中完成了 对金子成功的再教育 让金子变成了监狱里最亲切的人 之后 第一个神转折出现了 出狱的金子挥开了神父的手 神父的心碎成了一地豆腐渣 出狱后 金子在一个狱友的帮助下 找到了住的地方 之后 金子去当年死去的男童家属最后 找了一份面包店的工作 然后又找来两位狱友 来帮助他制造复仇的武器 此时 影片表示 虽然当年金子与案件并无关联 但在探员的暗示下 金子还是要求给自己定罪 后来通过狱树与金子的对话 金子讲出了当年的真相 白老师用金子的女儿威胁要他顶罪 真相讲完后 金子只身前往澳大利亚看女儿珍妮 珍妮却以此相逼让金子带他回国 在这时 武器也做好了 而真兄白老师还过着平静的生活 白老师是个道貌安然的变态 经常随地进行变态举动 还好白老师的妻子也是金子的育友之一 为了金子的复仇计划 嫁给这个变态 并且忍了他很久 不得不感叹金子育友变天下 这时 神父偷拍了金子和白老师老婆的对话 并交给白老师 白老师精心策划了一场反绑架 却不小心被吓了药 金子把白老师绑在教室 并和女儿道出了当年真相 金子送走女儿开始复仇 却恰好发现白老师手机上的挂件 由此发觉 白老师不止杀害了一个男童 于是更改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他找到了白老师杀害儿童的录像带 并且召集了这些被害人的亲属 请他们看了录像带 然后揭露了白老师的罪行 请大家一起完成了对白老师的复仇 最后金子教导珍妮 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